就好暂点 但是五点雪还在中路打着冰 我们看到DS还有水源 DS是挂掉了 其他就是进位方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损失 好 我们注意到虽然说LGD这边 还是落后十个人的话 但是在慢慢慢慢现在比赛的节奏 已经感觉上有一点点早回来了 虽然说22分钟了 不过离真正的这个后期还是有一点距离了 等到大家感觉都高了之后呢 Niangana这边的这个技能组合 可能就不会像现在的威力来的那么的大了 这个我们也是要看一下Niangana这个时候 是不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进行天入进行推进 这边的话应该说水的换衣服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极限法球已经是出啊 现在的钱已经是购买换衣服了 叠子这里的金钟框也是不错 挑战先锋盾 诶 刚刚注意到死灵法师是上有个灵魂之铁是吗 它是一开始就出了还是 是后来 是后来才不能出了 这个我就 我想我一开始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人 对 因为本身它这样一个肉盾向的出装啊 对于魔法来说就是本身就是比较的少 那么用灵魂之铁再去用这样一个死亡脉冲啊 也是非常的好用 这边又是祖传了 私人祖 这边也在祖传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边似乎是要想要干一些什么 是的 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正是这样在做 一起同时收啊 而且在线上默默的打着钱 这边光环的等级已经是升到了三级啊 那这边对于VS来说 像一个命令光环在推进的部分当中啊 确实是比较有用 并且还有一个圣殿指环的辅助 那么这一边下路看有没有想法 又加黄又加攻击全人这边 换衣服三个同时加上自己的大招 现在我们看来有四个全人 这个直接不理你啊 你随便你干嘛 你爱放什么技能放什么技能 我就是来打卡的 这边我们看到长男一个加速啊 好的 我们现在没有机会 阳调有没有大招 啊 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就是马戒 也是跪下 这边要加自己了吗 哎呀 哎呀 这里太可惜了 我们看到啊 就是有些是这样的一个人 哦 这边果断开出的大招 非常的漂亮 韩战啊 是非常非常容易制造混乱的 我看到这边又是只死了一个人 啊 啊 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啊 我看到现在现场呢 这个观众人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啊 那么如果没有机会来到现场 或者说因为举摸死 你错了 一个人都没有死 哦 哎呀好像是的 哦 那这样的话 水人卡巴格打肉身 我们这边注意一下 那现在两个大拳这边是选择打肉身 啊 这个肉身 是很硬啊 我看到 这个肉身是已经毫无悬念了 对 所以说我们也是 对 不去做什么演示了 因为毕竟他们现在去打肉身的话 就是说对方 即使知道了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人没有完完全全全部复活出来 就知道练进一路是啊 今天他没有单一路啊 所以说他现在的等级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练进一路是他的大招啊 三级的大招对于他整体的一个作用是有非常大 呃 非常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在一天的生命区啊 这个整个的肉盾情况 觉得开了三级大招非常的难一下子 是而且还有那个关键性的回血啊 是 现在的形势呢 对于LGG来说并不是特别好啊 我看到欧波无师也是已经极限球了 哎 刚刚这边又是击杀掉了香蕉的Dance 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啊 这个应该说是没有对视野的控制 也没有想到 谁能想到天外方四个人捕团来打野呢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没错 只不过是对方打野路上的一记意外的收获 好 那LGG这边似乎是要想飞机上路 在这个时候周是肯定不会回去了 反正有你的二塔可以打 无所谓啊 老高街这边好像也破虎城周了 哎 这个大招 呃 这个大招是干嘛呢 点错了 然后周看到说啊好的谢谢你2009我回来收钱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点错了 嗯 有这样的可能啊 但是这个大招点错 直接导致了这一次推进就告终了 本来还是可以往前再走一点的 没错 本来可以在插到二台之下 然后你和对方就耗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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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装备也是 夹腿啊 先锋盾加上挑战 能看到这两个人啊 这边的死灵法师和对面的迪S啊 这个装备是路线是完全相同的 他终于想到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 圣殿只还有功的王道 这边终于是补了一个 但现在周的钱是很多啊 而且他在有了这个外衣服之后啊 属性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 我看他身上又是有了一个极限球 我说极限的应该马上就是要出兵眼了 啊 DZ最喜欢的装备终于出了 嗯 这一场我又满足了 我们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天灾芳 蛛丝马记的装备情况吧 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关注他了 这边开始拿对方上路二的哈 那么这里的话 应该是也没有想要回旧的欲望了 上路二他天灾芳直接告破 那么中午二他战口状况也不好 哎 三个幻象的靠点雪 一个变秒杀掉了这边雪的幻象 这个 好同时我们看到水人利用自己的大招 就是和自己的队友混合在了中路 然后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是非常的多啊 现在也是我们的导播给了我们现场的一个镜头 这边天灾芳全部的外塔都已经告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去看天灾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被动的时期 啊 那么要记得这边现在可活动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小了 啊 但是对面的恶魔乌尸啊 这种有跳高的英雄 以及像迪恩斯这种有奔腾之类的技能的这些英雄啊 没错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呢 就是DNF团体项目的半决赛 也是下面一场为大家带来的比赛 这边是即将出场的选手 好我们看看到了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兜兜姐姐 没错 好的同时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啊 PKB是总算拿在身上了 啊 哎呀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现在关键是天灾坊 现在只要来一次团灭 那么一路到货是蛮 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边的话一定要稳住 千万不能够冲动 看一下周的货啊 周这边的话买的东西已经是 等一下直接就来一个冰眼水人 嗯 已经可以1v5了 没错 今天的话冰眼水人最重要的 还是由于他可以转换力量 以及敏捷的这样一个属性 那么可以将冰眼所带来的提升 最大化在自己的水量 或者说最大化在自己的DKS之上 是的 这个其实力量和敏捷对于水人来说是一样的 没错 你可以理解为水人是一个力量英雄 没错 除了他这个加力量不加攻击之外 对吧 他也可以直接用转化成为那个 也就是你